当我抱着吉他在唱起框架曲 如今的孩子也不知陈百强 徐玉腾的这首歌 不仅写出了80后的青春 歌词中更提到了一个快被大家遗忘的名字 陈百强 莫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 这句话用来形容陈百强一点也不为过 陈百强当哄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香港 如果你在街上喊上一句陈百强 一定会传来不少女生的尖叫声 可以说陈百强在当时 就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满分情人 也是流落到凡间的天使 然而就是这样优秀的一位偶像 却选择在最巅峰的时候退出歌坛 又在35岁喝妖自杀 究竟是什么导致陈百强做出这样的举动 这一期就让老鱼带大家来回忆 记礼的陈百强 揭开陈百强自杀背后的秘密 陈百强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 名义上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富二代 不过正如很多豪门子弟一样 陈百强的父亲年轻时候也是一个风流的主 娶了不少姨太太 所以陈百强也不是正事所生 因此习惯于生活在家缝里的他 从小就有些自卑敏感 第一次和父亲发生冲突 是在中学毕业之后 陈百强喜欢音乐 在音乐上也有着不小的天赋 作为父母 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好好专注学业 也好继承父亲的一波 然而陈百强非但没有听从父亲的话 甚至选择错学在家 一心转眼音乐 爱子心切的父亲 直到应来也是无济于事 便把陈百强送去了旧金山音乐学院进行 1977年 陈百强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 凭借着一首The Rocky Road 在比赛上荣获季军 更被签约成了无线电视的歌手 到这里陈百强的梦想 算是时间了一半 80年代初 陈百强凭借着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歌曲 成为了当时中国香港乐坛最红的男歌手 同时他也认识另外一位当红小神张国荣 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处女座 又或者他们的经历出生都太过于相似 虽然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两位是撞醒人的 但在当时他们却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在外界看来 这两位的感情无间不垂 但别忘了 往往越相似的两个灵魂碰撞在一起 就越容易败在小事上 相比于张国荣 陈百强是更为自卑敏感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好面子 两个人闹白 其实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件小事 有一次两个人一同去敌厅玩 朋友见陈百强皮肤很好 便一直夸赞 询问他是用了什么牌子的化妆品 可能是酒精上头 陈百强立马回绝 我怎么可能化妆呢 结果让人没想到 张国荣当即用手指 在陈百强的脸上摸了一下 还在桌布上划出了一道粉痕 这一举动 深深的刺激到了陈百强 敏感又自准的心 当即与张国荣起了冲突 此后也就有了两个人分别声明 同戏不同场 一声不相信 外加人双方 从各种角度来说 都过于壮行 总被观众拿来比较 早在没有发生冲突之前 就尽量避免合作 外加人这么一档子 是俩人之间的感情 还真就像是被风吹散的雨 消失不见了 直到后来 陈百强发生意外 张国荣和扎小新 一同前往医院探望他 张国荣就这样站在病床前 看着陈百强 念着他的名字 可是病床上的人 却始终没有回应 一个多小时之后 张国荣离开病房 情绪激动 生离死别的场景 我见过很多 就是觉得好难过 透过墨镜 扎小新看见张国荣 早已红了眼眶 在陈百强去世后 张国荣接收电视台的采访 提起陈百强 张国荣不容置疑地说 陈百强一直都是我的朋友 我很怀念他 谁也没想到十年后 这位陈百强曾经的挚友张国荣 从24楼众身一跃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说陈百强对待友情是敏感 那爱情则成了陈百强一生的痛 纵说周知 赌王家的女儿何超雄 不仅业务能力强 他生得十分标致 但还有多少人能记起 他和陈百强的爱情 少女时代的何超雄 也是一个追星少女 那时候陈百强 是一线当红小生 不仅吸引了众多女份 还吸引了何超雄 但与别的女粉丝不同的是 何超雄可以利用人脉来追星 于是他四处羞人 只为结识陈百强 没想到两个人一见入雾 且惺惺相惜 对敏感又脆弱的陈百强来说 何超雄就像是一剂两药 可以扶贫他所有的不开心 可以说同样是听陈百强那个人 别人听到的是歌曲 而何超雄听到的 却是他们的回忆 两个人的感情愈演愈烈 尽管对外界都以好朋友相称 但还是被赌王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虽说陈百强也是富商人之子 但相比于何家的家大业大 陈百强的家劲便完全不值一提 又赶上赌王爱子 何又国王去世 赌王便打算把何超雄 培养成何家的新任接班人 自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背负着家族使命的何超雄 不得已放弃了和陈百强的感情 为了让女儿彻底斩断情福 赌王在短时间内 把何超雄家里的传王家的孙子徐靖恒 而陈百强也以亲朋好友的身份 出席了这场世纪婚礼 大概是因为看着心爱的女人家做他人 对自己的伤害太大 陈百强在推出了离不开 和亲爱的您这两首歌之后 便因为情绪不佳 宣布退出歌谈 这一年正是当红时期 有句老话说的好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不再唱歌之后的陈百强 过上了与酒相伴的日子 甚至因为饮酒 引发了严重的失眠 只能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1992年5月18日 这是一个让所有歌迷痛心的日子 陈百强因为在酒后 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导致了深度昏迷 在历时十几个月的抢救之后 医生还是没能从死神手里 把陈百强抢救回来 陈百强因为脑衰竭 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上天派来的天使 在陈百强的葬礼上 何超雄和陈妈妈相拥而泣 哭成泪人 甚至不顾人妻 扶灵不及的说法 坚决要送陈百强最后一程 为这段感情 画上了句号 后来在赌王的葬礼上 有一个环节是旧照回放 其中有一张照片最为惹眼 虽然赌王身边的人 只有半张脸 但依旧能从眉眼轮廓中 认出这就是陈百强 原来这么多年过去 何超雄一直记得陈百强 时间是一记两样 可以抚平人们心中的伤 而陈百强 在短短35年的人生里 留下的歌声 也依然沉浸在大家的记忆里 不曾离去 我是老鱼 更多明星往事 我们下期继续